鞋口刹車停不住 地方名單跟居民拉起布條表達抗議 大家不滿心癖的復興北路跟環中路交會口 距離環中路高架橋的砸道口過境 萬一行路通車之後 很容易因為緩衝空間過短而釀成車禍 環中路下來要到污日的方向 在這個打通的路口 你要叫它停止紅綠燈時候 耗製紅燈你要停止的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做刹車的動作 或者是你要讓它左轉 這是都非常危險的一個路口 我們要搞一個方便的 我們回來設計在環中路的車就回轉到 可以到環中路的車回轉到 回來這裡搬起來 很安全的 地方表示 從環中路六段下來的車輛 大家車速都相當快 用路人如果一不注意 很容易在這個新闢路口碰撞 因此希望不要開放著缺口 但是府仍考慮要開放單向通行 這樣以鼓行的態度讓地方也想不透 我們是堅持要把這個路口 在橋下這個路口一定要封閉的 不要讓它開通 那他們復興路要過來的 或者是這邊南屯要過來上環中的 這個都不受影響 目前來講我們回去的話會把這個意見帶回去 那到最後的部分我們還是會溝通 那溝通好 開通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應該是朝向部分先開通 眼看群情激憤 市府建設局說會暫緩開放這交會缺口 並沿你改善的措施 而地方也建議將環中路跟中山路的單向回轉道 改為雙向道 不只方便民眾進出 也能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解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